亚裔在美国仍面临职场天花板 虽然不是每天都能碰到 但我们深知这个问题真真实实地存在 即使努力了 我们也没法克服针对亚裔的职场天花板 实现自我价值 追溯历史 亚裔一直被视为对美国的威胁 排华法案和白人至上的移民政策 将我们排除在外 亚裔被视为黄祸 被打压和贬低 不被美国社会真正接纳 正因如此 亚太联盟APAPA 支持加州的ACA5宪法修正案 支持给所有人恢复公正与平等 尹吉成是APAPA创始人 他的成功离不开平权法案 我是尹吉成 我是黄春芳 我们感谢Affirmative Action 我们荣辱与共 让我们一起努力